大家好,又是星星,聾 dein正式的職人吹水 大家好 昨天凡是開鱼當的時候會做紅衣魚 今天就看不到红三鱼 就看了很多这些 叫做剝皮鱼 大家有没有看过 知不知道什么叫剝皮鱼 那我们就叫做 沙蝗 这些沙蝗鱼 这么大条 这么新鲜 可遇不可求 今天就用这条 沙蝗鱼 煮了番茄药 就起汤 吹一吹这些 剝皮鱼 本地水域 都有这些沙蝗鱼 但是又不是大条 很多时候我们进去西贡 都会见船家的 手掌大条 是油水的 大家看到那些 蒸了来吃 这些 正肉 好像吃的鸡肉 新鲜牛 那些沙蝗鱼 这些这么大条 它有一样好 它都是淡淡肉 中间有一条骨 一般来说 叫老闆 可以叫它 鸡肉 一般来炖咸菜 也很好吃 如果自己回来处理 我会尽头 或起肉 但要注意 是一条刺 一般来说 老闆都会做到 如果不做 自己就要小心 这些鱼 都很简单 我们大约 2汤匙盐 腌十多分钟 我们不是说要腌咸 它 让它吸烧一点咸味 大约一些不好的味道 弄一弄出来 这条鱼 差不多有两斤 这条鱼 这条鱼 有多大条呢 手臂大条 但是 主要的肉 都是鱼身 这一部分 不要看 像这么小的一部分 其实 大部分都是肉 第一个特质 跟鸚鲍鱼差不多 底下这个部分 基本上 80% 都是肉 可以吃的 但是鱼头 没有什么肉 但是鱼头 来滚汤 是相当之正的 那条鱼 腌鱼 腌筋之際 又炒一下 番茄薯仔 我经常都说 煮一个汤 一汤多吃 买一条鱼 大条小小的鱼 那条鱼 大约80元 这样 可以做到几个菜 那些番茄薯仔 我们怎么买呢 现在这些大肉茄 也是很划算的 这些都是 14元一斤 那首先看看番茄 番茄是怎么选择的呢 首先看看有没有江泽 有没有破损 这些我们叫做大肉茄 这些大肉茄 吃饭就很多 无论中式西式 滚汤 什么都可以的 如果三文字的 你就切片 说明肉茄 都是肥大肉厚的 但是这些番茄呢 它的番茄味 没有小小的番茄 那么浓烈的 如果做番茄蛋 买些小小的 做中式番茄蛋 就会比较适合 当然我们要看看有没有江泽 有没有烂 然后有些小薯仔 当然有些小薯仔 都是相当之划算的 那我们要选择的 那我们要选择的 如何选择呢 首先就 看看有没有 标牙的情况 因为 薯仔就不同 番茄那些 薯仔一标牙就不能吃的 有些牙就有些肉毒素的 如果可以选择的 如果有两只薯仔 大家可以看到分别是哪 这一只肉 就会比较黄一点 当然 现在就不会让你选择 不会让你选择 往时我们就会 挑一挑去 看看肉 这些我们的目测 都会看到 那些薯仔 哪一只会比较黄 那些黄的肉 就会较为好吃些 那我们处理的 薯仔也很简单 那我们就放些水 番茄和薯仔一起洗 那些番茄呢 如果我用来滚汤 我习惯就撕头去 那就可以了 这些比较好的番茄呢 头部也会比较难 一点的 好 反过来说 如果有些不太优质的番茄 我们看上去已经 咬了色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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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撞到 雨晒 那些头 就枯枯黄黄 那些番茄就 不是太优质 那些我们浸了就可以了 那些薯仔就很简单 那些刨了就可以了 新东西啊 朋友送的 那之前去土耳其就 认识了一些朋友 那他最近又去了德国 那在德国就 买了一把 这些Double Man的刨 回来 那我真是多谢他了 那这个不知道是不是 7.95欧罗 那这些薯仔也是很简单的 那我们就全部 就把它刨完 就可以了 好吗 哇 真是骂人 就是骂人 刨下去有些不同 刨这些薯仔也是很简单的 有眼的那些 我们就刨了一两下 那一个薯仔很漂亮 那你刨下去 它也不会有很多烂 那些的 当刨到这个 大家看到这里 中间有一个环 这些薯仔的质量 就不太好 那我们就 盡量刨下去 那些 那些薯仔 我们批皮 就洗干净它 跟着我们就准备一块姜 那我们怎么做一个 好味而浓烈的 番茄薯仔鱼汤呢 комп专注一下 我们要分开两个步骤去做 首先我们拿〝煎尾fahren 把它拌出来 急着弓的时候 我们就切量chter薯去 那个肉 那我们的目的呢 都是先烧一烧 番茄薯仔 如果想那~~你的番茄薯仔当好喝呢 这个步骤就不能吃 那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先烧一烧 先把蕃茄切得太大就OK了,这样就差不多 这个头,我自己也喜欢这样切 让整个蕃茄吃到最多肉,这样切太多 这两个大肉贴很优质,用来做烧也很好吃 现在切完,尽量爆香 切到蕃茄,刀是要腻的,如果不腻,蕃茄皮就很容易滑刀 现在我把它放下 把蕃茄放完之后,给一个大火,让它炒一炒 等它四周受热均匀 让蕃茄味更加出出浓郁 蕃茄爆之后,就处理薯仔 薯仔也是,我们也是把斜地切 滚汤不需要切到大大粒 我们也把它放下去,跟蕃茄一起炒一炒 如果我们有时切薯仔粘刀 在刀里,我们把水浸入 这些也是,全部都是切完 这些薯仔爆香,不需要煮鱼汤,是特别好喝的 那我放下薯仔之后,薯仔这边就炒一炒 务求我等薯仔这边,都是有少少受热均匀 蕃茄这边,我们又移开它 你们看到,我们在外面做罗宋汤 以前的罗宋汤的汤蛋,全部都会炒一炒 那就是同一道理 蕃茄薯仔爆了七八分钟之后 现在我们就加水 加到差不多盖过了蕃茄薯仔 那我们就等它滚起,将它滚到出味 这边镜头一转,我们就把锅放在电池楼上 那我们就继续滚它 那滚着之后,这边也没有了 我们就把锅上洗净它 开到慢火,我们慢慢去浴炒 那么,蕃茄就在滚着了 锅就在烧着了 这条鱼,我现在腌了十几分钟 现在就把它洗干净 那整条鱲鱼,洗了四五次之后 我们就把它停水 那我们这边,摇身一变,锅又在煮水 因为什么,我们在滚鱼汤 那旁边就继续滚 那这条鱲鱼,除了瓶水之后 我们还要把鱼身上所有的水分 把它抹干净 特别在头啊,尾啊,这些位置 那如果一般你买到这么大条的鱲鱼 鱼当的老板,他都会问你怎么吃 都会帮你基本的处理 一般来说,如果你要炆咸菜的 你不就叫老板和你切到一粒粒 做些咸菜鱼 那现在我这里,我首先就 要先把头发出来 都不是太难的,我们在这里也很简单 那就可以了 那头发出来之后 我一般来说,这些三粒呢 肚子这个位置,我又不是怎么吃的 因为都挺腥的,那我们就整个肚子 切了就可以了 那我们处理好了之后 那这样,鱼身这个位置呢 都挺大 那鱼尾,那我们就把鱼尾 都放出来 那这样,鱼身 滚完汤又可以吃 那鱼头鱼尾,就直接用来滚汤 那万事俱备 那我们就切三片姜 那这边,我们就把铁铁上去 那这样,就烧红铁先 那旁边,每天都水滚了 那条鱼,那我们就 放一点胡椒 那铁铁热了之后 那我们就放几片姜下去 那下适量的油 那二话不断 就放一个鱼头 鱼尾,先煎一煎去 那下适量之后呢 那鱼身怎么说呢 来来来,就放汁在哪里 那我移一移一锅 那我务求 让整条沙蛮鱼 用个高温 煎一煎的鱼身 一来,让它锁一锁肉汁 那二来,让我们的腥味 又低发了 那我们放了下去之后呢 都是不要动它 加个中火 让它慢慢 煎到它有点香 那你滚鱼汁出来 那才做的 那这个鱼身就先煎封了它 它有得这么厚肉 那你都要煮了十分八分钟 那才能煮熟 那现在煎了几分钟之后呢 那我们就移动它 那我们就移动它 让它移动它 让它移动它 那它移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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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移动它 你就可以反了 那我们就看一看它 如果有点深黄色就反了 现在只剩了一点 那煎多三四十秒 看看是什么环境 那现在就反了它 反了之后呢 还是不要动它 但是等它煎一煎封它 你看这些肉 全部一梳梳了 正好 现在这些三叻鱼 那我反了它 煎了它 分几两分钟 那现在我们在旁边那里 就 加点滚水下去 那我们慢慢加 加到 让它滚起了 那我们再加一点下去 让它慢慢滚 那这个鱼汤 你才会 就是滚到它出味的 啊 还有那些水你都一定要够滚的 那这个加多少水呢 就刚刚盖那个鱼身 那就可以了 因为刚才蕃茄薯仔那里 都是滚了 有半锅水在那里 那现在我们就盖盖 就滚了几分钟 那现在要滚了八分钟 那我们就用一筷子出来 剁一剁鱼身 这些看是否剁得入 剁得入 那我们就撈起了这件鱼先 接着剁这些鱼汤蛋 那我们就把刚才那些 蕃茄薯仔 那我们就把全部放进去 那现在就让它整体滚起来 那现在我们就等它慢慢滚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 或者有老人家 那你可以先把鱼头 就先剁起它 即是和鱼身一起吃 如果不是 我可能是喜欢 这个汤够味点 那你就放在一起滚 那这些三鲍鱼 它没什么小骨 全部骨都很大大 那当鱼身在吹冻之际 那当鱼身在吹冻之际 就切一点葱丝 这边就继续用大火 就滚到现在就差不多了 那关火 加一点盐调味 那就可以了 那这样就很够味的了 这个汤 那汤又先舀一些给大家看一下 挺浓郁的 这样又有足够的番茄 这样鱼又够大 一汤两食 那我喜欢番茄薯仔汤的网友 就给个like 那我喜欢沙鲍鱼 怎样吃呢 放冻它是最好的 那喜欢吃冻鱼的网友 就订阅职人吹嘴的频道 如果喜欢一汤两食的网友 麻烦你加入我的频道 会员继续吹嘴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多谢收看 那下条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那我什么时候都说 识体一定看片尾 片尾有什么看啊 啊 还欠熟油嘛 哇 这些是最棒的啦 这条鱼呢 摊到室温状态 蘸一点熟油上去 香葱味都出来了 再加少许柔 那这样蒸鱼在旁边下来就可以了 这样不点酥油 蘸一点普林豆酱 吃得很好吃的啊 那这种冻食沙鲍鱼呢 哇 我保证你好吃过 去潮州当吃大眼鸡啊 那我先开饭先 好帅 好帅 physiots 一层 可以 你 好帅 你 快